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电视新闻,今天是9月1号,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新闻提要。 南加州再度发生连续抢劫至少4间珠宝店被截,损失大批财物。 前总统特朗普的律师面对当局调查时,没有交出所有机密文件可能构成妨碍司法的罪名。 俄罗斯总统普京因为工作安排不出席戈尔巴乔夫的葬礼。 中国外交部指出,日本有重走军事扩张野心,国际应该高度警惕。 南加州 中国近日在发生抢劫事件,即希克维纳·克莱蒙特珠宝店遭抢之后,一群蒙面劫匪将目标瞄准内陆帝国的连锁超市,至少4间珠宝店被截走许多珠宝。 在方塔纳·卡德纳斯市场发生的一级抢劫案当中,捷粉们抢走市价超过10万元的珠宝。 警方指出,7月6日当日,由两名身穿连帽衫、口罩还有手套的男人闯入,以极快的速度砸碎了市场内的珠宝展示柜, 抢夺数千元价值的珠宝,然后乘坐一辆灰色的本田轿车逃逸。 类似的抢案也发生在爱仙诺湖、河滨市和穆列塔等其他的三间分店。 据河滨市陷警方透露,8月17日另外两间分店也遭抢,劫匪们劫走了市价超过10万元的珠宝。 初步的调查显示,有两名非裔男性闯入商店,他们用大铁锤砸碎了珠宝店的陈列柜,但目前无法确定这些劫匪是否为同一批。 政府处理敏感的信息时,会将文件分为绝密、机密和保密三大级别,其中绝密的限制最严格,而司法部搜查前总统特朗普的私底后,减货的文件就有不少属于这个类别。 华尔街日报报道,不少官员都能接触机密类的档案,但能翻阅绝密的人寥寥无几。 保安级别最高的政府文件包括包含具体的国防或情报资料,信息一旦泄露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异常严重的损害,例如敌对势力可能对美国或盟国发起行动,外交关系受损等等。 那根据司法部向法庭提交的宣誓书,联邦调查局8月8日从海湖庄园取回的15项文件当中,共有184份密档,其中67份文件属于保密,92份文件属于机密,25份属于绝密。 司法部表示,前总统特朗普的律师早前面对当局的调查时没有交出所有的机密文件,也没有如实说出海湖庄园仍然藏有文件的真相,可能已构成妨碍司法的罪名。 有法律专家认为,特朗普的律师可能成为调查目标或证人。 根据司法部30号晚上向法庭提交的文件,大陪审团5月向特朗普发出传票之后,FBI探员曾经前往海湖庄园索取文件,期间配合调查的是特朗普的两名律师科克伦和鲍博。 据悉,科克伦当时收到传票之后曾进入海湖庄园的地下储藏室,寻找带有分类标记的文件,期间可能带走部分的资料。 到了6月3号,司法部反间谍部门负责人布拉特连同联调局的探员登门调查,当时鲍博作为特朗普指定的记录保管人曾经签署声明,保证所有的敏感文件均已归还。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国民的平均预期寿命持续缩短。 政府最新的报告表示,去年国民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6岁零一个月,按年再缩短将近一年,是自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如果疫情肆虐两年合并计算的话,累计减幅接近3岁,创下近百年来的最大记录。 那在各个族裔当中,美洲的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所受的打击尤其严重,而亚裔则是最长寿的。 据统计,去年全国超过46万宗的死亡个案与疫情有关,其中原因还包括心脏病、药物过量和自杀。 当中,去年滥药死亡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多达10.9万人。 至于自杀的初步人数,去年共有4.8万人,增加了大约2000人。 以性别来表示,去年女性的预期寿命下降了大约10个月,从2020年约80岁降到去年稍高于79岁,男性的寿命则减了一年,去年跌至略高于73岁。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在离任总统之后,戈尔巴乔夫开始了漫长的晚年生活。 戈尔巴乔夫不断地和欧洲的思想家交流,希望欧洲成为美俄之间能动的调节者。 他还发布了声明,呼吁各方在俄乌战事中尽快停止敌对行动,并立快开始和平谈判。 这一声明也成为他最后的发声。 戈尔巴乔夫经常呼吁美俄领导人进行基于互相尊重的对话,避免新冷战。 据中心网的消息,在2016年的一次长篇讲话当中,戈尔巴乔夫说, 过去20年的多数地区问题和冲突,本可以通过和平的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但最终却走向了暴力冲突。 前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都是如此。 他认为暴力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国际法被侵蚀,国际社会的信任崩塌,政治问题走向军事化,人们重拾对武力的崇拜。 那昨天离世的苏联最后一任的国际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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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葬礼将在周六举行。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由于工作行程的安排,当天不能出席葬礼, 因此今天已到安放戈尔巴乔夫遗体的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向灵鹃献花。 对于会否为戈尔巴乔夫举行国桑,佩斯科夫表示,桑礼会包含国桑的元素,除了有仪仗队,政府也会协助筹办。 俄罗斯第二大石油生产商卢克石油的主席马加诺夫,从莫斯科的一间医院坠楼身亡,终年67岁。 外电和俄国的传媒指,在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接受治疗的马加诺夫是从六楼坠下, 又引述消息人士指他很可能是自杀。 对于他的死,有否可疑之处,莫斯科的警方叫记者向联邦侦察委员会查询。 卢克石油就回应指,马加诺夫因重病离世,公司上下深表哀悼,向家属致疑慰问。 报道指,俄罗斯能源业界近月有多名的高层在不明的情况下死亡, 其中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的一名高层, 2月被发现倒闭在圣彼得堡的车房内。 马来西亚前总统纳吉布的妻子罗斯玛被吉隆坡的高等法院裁定三项贪污罪程, 判监10年,及罚款9.7亿令吉。 他获准保释以便提出上诉。 70岁的罗斯玛被指,在2016年至2017年, 纳吉布担当总理期间在沙捞粤乡村学校的太阳能计划当中贪污, 向一间公司索取了1.87亿的令吉, 并收受公司总经理650万令吉的汇款,协助公司获得合约。 主审法官宣判时指出,控方提出的证据毫无疑点, 因此裁定罗斯玛罪名成立。 在宣判前,罗斯玛提出了撤换主审法官及重审案件, 指称案件的判决书早前在网上外泄, 令他对法官能够做出公平审判失去信心。 但法官指所谓的判决书是由法院研究组撰写的意见书, 并非他的判决,驳回了罗斯玛的申请。 控方质疑罗斯玛是想组严法院的审判。 那至于纳吉部早前被裁定在主权基金一马发展公司洗黑钱案当中 7项罪名成立,包括滥权罪、刑事失信罪和洗钱罪, 判监12年,成为大马首名被定罪的前总理。 他提出上诉,但上星期被联邦最高法院驳回,维持了原判。 阿根廷北部出现了6宗不明原因的肺炎个案,其中2人死亡。 图库曼省的卫生局指,患者8月中出现了症状,患有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 两边肺发炎,但对新冠病毒,甲型和乙型流感, 旱坦病毒等近30项微生物检测呈阴性。 当局估计不明原因肺炎是传染病,不排除由毒物和环境因素导致, 正在分析水源和空气。 目前仍有3名患者留院治疗,另一人情况良好,正在家中隔离。 当局暂时没有发现新的病例,认为不明原因的肺炎得到控制。 来看一下财经方面,小鹏汽车公布,8月交付了9578辆汽车, 按年增33%,今年至今共交付9085辆汽车,按年增长96%, 另外,理想汽车公布,8月新车交付量预跌51%至4571架, 那截至8月底,今年累计的新车交付量跌近8%至7.53万辆。 美国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减少了5000人至23.2万人, 更能反映实况的四星期平均数减少4000人至24.15万人, 最新的申领总人数为144万人。 美国第二季非农业生产历经修订之后, 以年绿季、暗季下跌4.1%, 跌幅少过市场预期和出值。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电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